男友一无所有时,我抛弃一切陪他创业,公司上市前夕,他却挽着闺蜜的手对我说,你没资格做上市公司总裁的夫人,对不起打扰了,那么你的公司现在也失去上市资格了。 公司马上就要上市的消息,一夜间传遍了整个公司,整个公司彻夜未眠,所有人都喜极而泣。 我躲在楼梯间打电话,爸,你听说了吗?陈宇的公司就要上市了,怎么样?我就说他可以,电话那头,我爸冷笑一声,要不是你背地里,动用咱们家关系。 上市,我看他上炕都费劲,他到底哪里好了,能让我故事集团的千金,失了至一样隐瞒身份陪他创业。 我还没来得及说话,外面就传来一阵沸腾,所有人起哄一样大喊,陈总好浪漫。 我嘴角泛起一阵甜蜜的笑意。 不久前,陈宇就偷偷吩咐助理,大量采购红玫瑰,又背着我去买了海瑞温斯顿的钻戒,其目的不言而喻。 我装作毫不知情的模样,等着他的惊喜。 只待他求婚结束,我就带他回家,正式登门,公布身份。 想到这里,我迫不及待地匆匆挂断电话,赶回了公司。 谁知道刚一迈进公司的大门,我就如遭雷劈。 办公室里,在一大片红色玫瑰的正中央。 陈宇一身笔挺的西装,单膝跪地,手里举着深蓝色的戒指盒。 正对着一个身穿白色连衣裙的女人,深情款款地表白,渺渺,五年了。 从前我一无所有,只能隐忍自己的情愫。 现在我终于有资格,对你说一句,嫁给我。 而被求婚的对象,则是楚楚可怜的捂住嘴,陈宇哥哥。 我这不是在做梦吧? 我愿意。 等等。 不可以。 千兰会恨死我的。 我不可以抢走你。 说完,她猛地回头,目光锁定了我的位置。 在旁人看不到的角度,她嘴角挑衅一般扬起。 在转头看向陈宇时,仍旧是一脸爱而不得的隐忍模样。 我知道她是故意的,让我在众人面前丢脸。 果然,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我身上,或是嘲笑,或是同情,或是怜悯。 我听见有人窃窃私语,陈总和千兰姐不是情侣吗? 这个女人是谁呀? 嘘! 小点声。 那是张淼,是本地建筑公司老板的千金。 听说她原来是千兰姐的闺蜜呢。 在一片议论声中,我直视着陈宇挽着张淼的手,走到我面前。 一个我爱了五年的男人。 一个大学时,就被我视为闺蜜的女人。 此刻却陌生无比。 陈宇带着毫不掩饰的不耐烦开口,顾千兰,你知道的,我一直都爱淼淼。 我好笑地反问,当时你们分手以后,我问你,我可以做你的女朋友吗? 你是怎么回答我的? 陈宇语色,说不出话。 张淼体贴地开口帮她解围,当时因为我出国留学,所以迫不得已我们才分手。 何况,你们尚未结婚。 陈宇忙不迭抓住救命稻草。 对,我和你,一直都是上司与员工的关系而已。 你放心,公司上市之后,我一定会给你一笔丰厚的分红。 但是上市公司总裁夫人的位置,你没资格做。 我与苗苗,才是家族企业,强强联合。 我笑了。 一个一年到头,流水不到千万的建筑公司。 一个靠着我故事集团的关系,勉强获得上市资格的三流公司。 还好意思说,家族。 强强联合。 笑掉大牙了好吗? 张淼看我笑得停不下来,冷下脸来,你笑什么? 给你分红,已经算我们人质易尽。 你别不识好歹。 陈宇护着张淼,一副生怕我伤到他的模样,那是我不曾得到过的温柔。 就在这个瞬间,我死心了。 你气我如碧履,我又为何是你如珍宝? 我止住笑,面无表情地看着两人。 有一说一,月老的垃圾分类工作,做得还不错。 围观的人群,不知道哪位没忍住,笑出了声。 张淼自觉丢了脸面,转身扑到陈宇怀里,陈宇哥哥。 你看他,宝宝还没受过这种委屈呢。 我要优了好吗? 陈宇还一脸宠溺地把张淼拥在怀里,怜惜不已。 我误了,感情陈宇喜欢的是这种调调啊。 那我不怪他了,我确实来不了,祝他们幸福。 但是到如今,我丢掉的面子总要找回来吧。 于是,我掏出手机,拨通我爸的电话,爸爸来接宝宝吗? 宝宝完够了,要回家。 为了表现自己极度洒脱,我甚至没等我爸开口说话,就单方面结束了通话。 不就是比恶心吗? 谁还不是个宝宝了? 不玩了? 摊牌了? 陈宇脸色难看,顾千蓝,好好说话。 我知道你难受,但是没必要硬撑,大家以后还是朋友。 钱,我一分都不会少给你的。 我懒得理他,不用了,你那点分红,还没我零花钱多。 另外,我建议你才要好好说话,不然我爸来了,分分钟搞垮你这野鸡公司。 张淼抓住机会,树立自己宽和大度的总裁夫人人设,千蓝,我知道你爱他。 但是很多时候,也需要考虑一下,自己和对方的身份差距。 这样吧,我做主,分红多给你一倍。 我点头如捣蒜,你说得对啊。 门不当户不对,真的要不得。 当初陈宇毕业,有钱的心上人拍拍屁股出国留学,正是一穷二白之计。 偏偏我看上了他,我爸妈极力反对。 我爸说陈宇重利益,倾情益,以后我不会幸福的。 我不信,于是我认姓地隐瞒身份,憋着一口气,要陪陈宇出人头地。 我爸妈虽然反对,却也心疼我。 这些年,每次陈宇的公司遇到问题,总有贵人出手相助。 我爸妈假装出一副我什么都不知道的模样,贵人们也假装是被陈宇的人格魅力所征服。 我不想承认是陈宇无能,一味给自己洗脑。 终于,所有人一起给我编织的美梦,碎了一地。 正当我沉浸在回忆中时,前台过来了,脸色通红,结结巴巴地开口,签。 签兰姐,有人找,说是接你来的。 我疑惑不解,我爸那啤酒度那么大,也能把个小姑娘迷得神魂颠倒。 还没等我细想,一阵脚步声传来,在我身后站定。 我看也没看,转身就扑到对方怀里,撒娇,爸爸,你可算接我来了。 一阵好闻的木质调香水味道传来。 我忍不住多闻了两下,这家伙,越老越潮啊。 不过,我爸怎么好像长高了?这岁数还能长个儿? 那我一米六八的身高,是不是有希望长到一米八? 正当我皱着眉头,百思不得其解实。 头顶传来一声轻笑,声音干净轻烈。 我僵住了,我好像认错爹了。 本想公布身份,打脸狗,男女。 没想到自己的脸先丢光了。 陈宇气急败坏的声音在身后响起,顾千蓝。 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,为了钱,居然认了个干爹。 张淼推波助蓝,千蓝。 你缺钱可以跟我们说呀,你怎么变得毫无底线了呢? 我毫无反应,因为我正趴在对方怀里,思考到底应该先跟对方道歉。 还是应该先跟狗男女解释,这只是个无辜的路人。 还没等我采取行动,我爹他老人家先动了。 他先是轻轻地把我扶起来,随后温声说道,顾小姐。 顾总那边有个上议的合同需要处理,实在走不开。 所以委托我来接您。 我长须一口气,人才啊,这个脸打得好,而且加了些细节在里面。 谁知道陈宇的脸更黑了,没想到你是这么虚荣的人。 你说,你什么时候顾的人,陪你演这场戏? 你以为假装自己是豪门千金,我就会回心转意。 我服额,我还顾人。 我上面知道,您今天要跟我玩,恩断意绝这一出啊。 这脑回路,绝了。 但是鉴于今天诸事不宜,我决定先前前跑个路。 反正陈宇的公司还做着上市的美梦呢。 以后多的是见面机会。 我刚抬脚准备离开,就被张苗挡住了去路,牵蓝,闺蜜一场。 不管这个人,是你为了钱,找的干爹,还是你故人演戏,都不是良配。 下个月,公司上市那天,也是我和陈宇的订婚宴。 希望你能参加,那天到场的人,是你一辈子也接触不到的阶级。 也许有人能看上你呢? 我强烈怀疑,张苗家的建筑公司用的建材,估计就是张苗这种社会边角料。 长得跟个人似的,一句人话不会说。 我转身指示他,嘴角挑起一抹张扬的冷笑。 好啊,我很期待,咱们来日方长。 陈宇和张苗不甘心,一路互送我到公司门口,一副看好戏的模样,我就不信他连车都租好了。 指不定门口停着个三轮车。 陌生男人皱眉看向两人,吐出两个字,锅躁。 陈宇和张苗被噎得说不出话,而当他们看到公司楼下停着的,那两劳斯莱斯幻影时,整张脸都变得五颜六色起来。 陈宇指着我说不出话,一脸震惊。 我赶紧用鼓励的眼神看着他,就是这样,大声说出来。 我真的是故事集团千金这件事。 没想到陈宇努力深呼吸了好几次,痛心疾首,没想到你这么败家。 租车钱都赶上你三年工资了吧? 我?行吧我放弃了。 我兴兴地坐进车里,我假冒的爹十分身是地,帮我关上车门。 很上道儿的一脚油门,为气喷了狗男女一脸。 我痛快地笑了。 笑过之后,我有点心虚刚刚扑进人家怀里,管人家叫爹的事。 于是尴尬地开口,那个, 不好意思啊,刚才没看清。 我叫顾千兰。 男人低沉的声音响起,沈云归。 我是顾总的朋友,今天刚刚回国。 你打电话的时候,顾总有事,刚好是我接的。 所以,其实我打电话叫我爸来接我的时候,就已经射死了对吗? 我偷偷打量对方。 刚才没注意看,仔细一看,这男人有点小帅啊。 心目见眉,鼻梁高挺,棱角分明,皮肤是健康的小麦色。 我正看得出神。 沈云归突然递给我一个包装精美的盒子。 我愣了一下,赶紧接过来,这时,对方示意我打开看看。 我一边打开盒子,一边矜持道,这多不好意思,第一次见面怎么能收礼物呢? 等到我看清盒子里面装的东西时,我猛圈了,呃。 谢谢,我很喜欢。 那个,为什么要送我袜子? 任由我怎么追问,沈云归只说了一句,不记得就算了。 然后就死活不肯开口了,留下我一脑袋问号。 这年头,男人心,还抵真。 等回到我家的别墅时,我那所谓去谈了上一元合同的父亲,正威严地坐在客厅里,表情严肃。 如果不是屁股底下塞了个榴莲,她整个人看起来还是挺正气凛然,说一不二的。 我妈抱着胳膊生闷气,无视我爸一脸讨好的笑容。 看见我回来,我爸看似面不改色,实则动若脱兔地从榴莲上起来,回来了。 不听老人言,吃亏在眼前。 早说陈宇没资格做你的男朋友。 我撇撇嘴,我还早就告诉你,别惹我妈生气呢。 我爸一脸被戳破的恼羞成怒,还不是被你害的。 你妈非说,当年要不是我伸手,拉了张苗家一把,她家早就破产了。 你今天也不会被她当众羞辱。 我听到这里,灵光一闪。 对了,爸,我记得当年你给张家注资了。 我爸点头,对啊,当时张家半死不活,我注资之后,成了他们最大的股东。 不过当时你说过,不想让自己和张苗之间的友谊,掺杂金钱的利益。 所以他们到现在也不知道,我为什么突然拉了他们一把。 沈云归开口,张苗家最近资金周转又出现问题了。 所以着急找个潜力股,好填补漏洞呢。 至于陈瑜,不过就是以为我家没钱,想找个富家千金而已。 我笑了,让个怀鬼胎,却假装真爱的狗,男女,认清各自真面目什么的,我可太期待了。 不过还没等我有所行动。 一个爆炸性消息,就传遍了整个位置。 一大早,我刚睁开眼睛,就看见我妈的脸,出现在我脑袋正上方。 目光炯炯有神地盯着我,惊得我瞬间一个仰卧起坐,伴随嚎叫。 妈,你吓死我了,我妈没好气,你还真睡得着,你都快成名人了。 说着,把手机甩到我的面前。 我不解地拿起来一看,乐乐,陈瑜和张苗真是下了血本了。 这热搜不便宜吧? 只见热搜第一位,赫然是郎才女貌商业精英公布婚讯,强强联合。 再配上两人手挽手,一脸柔情蜜意的照片,当真是,挺恶心的。 下面一水儿水军评论,哇哦,双强组合,爱了,好般配呀。 这才是真正的天作之和。 听说女方是高材生,刚刚留学归国,两人算是青梅竹马的神仙爱情了。 还有人出来传播真相,你们不知道吧? 其实南方之前有个前女友,没钱没本事。 嫌弃陈总创业困难,竟然找了个干爹。 结果被发现之后,两人分手了。 现在,估计肠子都要毁清了。 下面引来一片嘲笑,我妈气得蹊跷生烟,我却好奇另一个问题,买热搜的钱。 谁出的? 据我所知,陈宇公司账面目前并不算乐观。 张淼家资金链又出现了问题。 俩人为了造势也是拼了,难不成。 俩人互相都以为对方有钱。 这种默契,请多给狗、男、女来一些。 不过两个人买来的热搜,存活不过十分钟,就被残忍地挤下了热搜榜。 真正的花钱听了个响儿,造成这一局面的是沈云归。 如果说陈宇的热搜,就像个笑话。 那么沈云归的热搜,则是真正的爆炸性新闻。 不到五分钟,整个热搜榜都被沈云归的消息占据。 华尔街大老归来,是即将变天。 沈云归入局,利益是否重新划分? 还有人详尽地扒出了沈云归的个人履历,沈家底运封后。 但是向来,只在国外布局产业,在国内则是相当低调。 又与故事集团渊源深厚,可以说时失交。 沈云归不仅学历漂亮,经验也丰富,前阵刚刚正式接手沈家全部产业。 做的第一个大举动,就是将部分产业转移回国。 大家都在猜测,这个举动意味着什么。 不过这些都比不上沈云归个人微博发布的短短两句话, 呵,强强联合。 要不要见识一下,什么是真正的强强拦合? 整个微博,因为沈云归故意打错的一个字,先翻了天。 我则是僵住了,他这是什么意思? 是巧合? 还是? 不过还没等我细想,我的手机就响了,是沈云打来的,顾千兰。 你怎么没来上班? 我? 请问您没事吧? 你都把我甩了,还指望我去上班? 沈云切而不舍,公司上市的文件,一直是你在弄。 就算咱们私人之间,有什么不愉快,你也不能拿工作撒气。 二十分钟,我要在公司见到你,不然这个月的工资,你一分都拿不到。 我恍然大悟,感情是用得着我了。 确实,公司上市的文件,是我熬了很多天,带着人一起整理的。 沈云只是签了几个字,具体事宜根本就不清楚。 我这一走,估计他搞不定了。 更别提张淼那个,毫无经验的大小街了。 但是,事到如今,您还想上市? 上炕去吧。 我好心提醒,那个,我建议你不用费精力去弄了。 说不定用不上了呢? 毕竟有些工作,拖着拖着,就不用做了。 还不如节省一些时间,赶紧想办法把您买热搜的钱补上。 谁知道沈云好心荡成驴肝费,顾千兰。 你怎么这么恶毒? 居然诅咒我的公司上不了事。 你以为你傍上了沈云归这个干爹,后半辈子就衣食无忧了。 等他也取了个豪门千金,你会后悔今天对我的态度的。 既然你不愿意帮我,好,我也不会再给你机会了。 说完,沈云单方面结束了通话。 我还没来得及说一句,FLAG不能轻易利欧小伙杂。 等我慢悠悠吃完早饭,化了个妆以后, 还是让司机送我去了沈云的公司。 毕竟今天有个大热闹看。 路上,我拨通了沈云归的电话,有单生意,要不要? 果不其然,等我到达公司的时候,所有员工正忧心忡忡地盯着总裁办公室的方向。 隐约可以听到陈宇低声下气的声音, 王总,不是说好了这单生意给我们做吗? 现在正是我们上市的关键时期,没有这单生意的话,我们就彻底完蛋了。 我笑了,决定上市是否能成功的这单生意,是我向王叔叔求来的。 王叔叔当时也乐得当好人,直言这就算是送给我的新婚礼物。 但是,陈宇亲手买来的热搜,将我的脸面往地上踩。 王总这个人精子,当然要第一时间撇清关系。 我旁若无人地打开,总裁办公室的门走了进去。 张苗也在,见我来了,脸色难看,你来做什么? 你已经不算公司的人了,没资格进来。 我没理他,熟识地跟王叔叔打了个招呼,王总,好久不见。 陈宇和张苗目瞪口呆地看着,我和王总拉家长,满脸问号。 我直言不讳,王总,既然您不愿意和陈宇合作,不然换个人。 王总笑着开口,顾小姐推荐的合作方,肯定错不了。 不知道是哪路神仙? 我轻轻吐出三个字,沈云归。 陈宇和张苗全程围观了,我和王总在他们办公室,三言两语将生意重新敲定。 王总一脸意外之喜,沈家现在只是刚刚入局,众人正苦于没有合适的机会接触。 我给王总送上的机会,算是给他了一张早鸟票。 以后合作机会只能越来越多,可以说是双赢。 见于此,王总一脸心满意足地离开了。 总裁办公室隔音并不算好。 所有员工几乎,一字不落地听完了全程,此刻议论纷纷,千兰姐一走,这变故就来了。 还总裁和豪门千金呢?这么点生意都搞不定。 上市是不是没戏了? 陈瑜脸色越来越难看,他见我开口就将生意给了沈云归,还一心以为我是他包养的金丝雀呢? 顾千兰,你以为仗着沈云归的面子,别人就高看你一眼。 等他不要你了,我看你会落得什么下场。 张淼及时展现贤内住的身份,陈瑜哥哥别怕。 没了这代生意,我回家去求我父母。 总能让公司正常上市的。 我自动翻译成,总能让公司上市卷钱给我花的。 就在陈瑜一脸感动的时候,张淼的父母神奇地出现了。 当他们冲进总裁办公室的前一刻,陈瑜还一副深情款款的模样, 生怕让老丈人和丈母娘不满意了。 随着张淼妈妈一声,不好了。 故事集团撤资了。 小雨,你快把张淼的彩礼钱打过来,我们得把资金漏洞补上。 我肉眼可见地发现,陈瑜脸上申请款款型面具。 咔嚓裂开了。 张淼还算沉得住气,赶紧问道,怎么回事。 好好的顾家怎么会撤资呢? 张淼妈妈急得团团转,我们也是早上刚刚得知的。 按说,咱们也没得罪这尊大佛呀。 正说着,余光瞥见了我,脸色一变。 我立刻精神了。 是不是我的身份要曝光了? 我可终于等到这天了。 谁知道张淼妈妈一句,你怎么在这? 总裁办公室,也是你这种小人物能进来的。 我? 不是。 我也幸苦。 怎么完全没人怀疑呢? 咱是个有自知之明的人。 眼见没一个人留我吃饭,我只得遗憾告辞。 关门前,我听见张淼安慰他妈妈,没事的,可能是有什么误会。 等我去求求顾叔叔就好了。 我在心里给他竖了个大拇指,你顾叔叔正等着你呢? 加油吧。 谁知道,顾叔叔没等来张淼,陈宇却等来了一顶绿帽子。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,沈云归天天来我家蹭饭。 美名其约,喜欢阿姨的高超手艺。 我看着盘子里浇黑的鲈鱼,香蕉炒鸡蛋,苦瓜拌萝卜,陷入了深深的自我怀疑。 难道是我没有品尝出来我妈做饭的精髓? 我爸倒是很高兴,因为终于有人帮他分担了。 我也有点高兴,因为沈云归筷子工一绝。 他总能趁我妈不注意的时候,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,夹走我碗里的黑暗料理,面不改色地吃掉。 然后再若无其事地,给我加个我爱吃的菜。 自从他来我家蹭饭,我至少长胖了五斤。 我不是没发现,沈云归看我的眼神,充满了宠溺,但是我不敢了。 已经错付了五年,我怎敢再轻易交付真心? 我给自己洗脑,也许沈云归只是把我当妹妹吧,别自以为是了。 平安夜这天,沈云归破天荒来晚了。 我妈热情八卦,今天这么晚了,是不是遇上什么难题了? 随后,还使劲掐了我爸一下。 我爸思的一声,委委曲曲负贺。 是啊,有啥问题跟叔叔说,咱们一起解决。 沈云归慢吞吞开口,张淼最近总来公司缠着我。 他父母还找人散布谣言,说我回国就是为了向他求婚。 我妈一脸猙獰,抄起赶面杖,找死啊,赶抢我闺女的,的妈妈的闺蜜的儿子。 我,不知道为什么,听到这个消息,我总感觉心里有点不舒服。 就好像本来属于你的东西,却被别人抢先烙上了烙印。 说来也奇怪,陈宇和张淼在一起的时候,我却没有这种感觉。 勉强吃完饭,我闷闷不乐地回房间了。 两酒,我几乎要睡着的时候,突然有人敲门,我喊了一声水啊,却没人说话。 我无精打采地爬起来,打开房门,瞬间被惊呆了。 整个别墅挂满了圣诞装饰,似乎连空气中都弥漫着一股姜饼小人的甜香。 啪哒一声,什么东西落了底? 我低头一看,是一双圣诞袜子,鼓鼓囊囊地塞着什么东西。 这是,我捡起了袜子,伸手去掏里面的东西。 是一个姜饼小人玩偶,圆圆的眼睛,上翘的嘴角。 瞬间,潮水般的记忆涌来。 那是我十岁那年,我爸妈第一次带我出国,正好赶上圣诞节。 我让我妈兴致勃勃地烤了一堆姜饼人,带出去分给大家。 当时,路上有一个穿戴成圣诞老人的华裔男子,正拽着一个与我差不多大的小男孩,要往车里带。 赶上那阵我妈爱看警匪片,所以我格外警惕。 第一个念头就是,有人抢小孩。 于是我集中生智,一个剑步冲上去,拉住男孩另一只手,嚎啕大哭,你怎么把我的姜饼小人都吃了。 我告诉爸爸去,他是警察,把你抓起来。 一片混乱中,华裔男子见识不妙,火速逃跑。 小男孩的家人也赶来了,对着我千恩万谢。 我认真地告诉小男孩,那个是假的圣诞老人。 你不要认错了。 小男孩嘴角抽搐,世界上根本没有圣诞老人。 我生气了,胡说。 就是有。 我今天早上还收到了圣诞老人的礼物。 说着,我举着一个姜饼小人给他看。 随后,我恍然大悟,哦,我知道了,你是不是从来没收到过圣诞礼物? 那我这个送给你吧。 你要记得呀,世界上会有圣诞老人满足你的愿望的。 说完,我就被妈妈拉走了。 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,这件事慢慢在我回忆中淡去了。 我抱着姜饼小人,走到楼下。 爸爸妈妈不知道,去哪里过二人世界了。 只有沈云归坐在,一棵圣诞树下看着我。 你说会有圣诞老人满足我的愿望。 那请问圣诞老人可不可以试着让顾千蓝看一看我呢? 我真的很喜欢她。 我花了这么多年,让自己早一点接手沈家, 这样就能早日将产业转移回国。 是不是慢了一点? 我看着沈云归忐忑不安的眼神,笑着哭了,不早不晚,刚刚好。 顾氏和沈氏的婚讯公布那天,全程震惊。 实力雄厚的沈家掌门人,要迎娶长年稳居本地, 财富榜首位的顾氏千金。 大家都说这是要疯。 不过我心基地,没让沈云归公布我的名字。 只说下周订婚宴,所有人都可以来喝一杯酒。 大家也都见怪不怪了。 毕竟顾氏千金是出了名的低调。 陈宇和张淼在焦头烂额中,还不忘特意打电话来嘲笑我, 沈云归的金丝雀。 终归是变不成沈夫人。 等顾氏千金进了门,有你受的。 我开着免提,一边听狗叫,一边是婚纱。 维尔汪的手工婚纱,能闪瞎对面狗眼。 陈宇公司的秘书离职了,他特意打电话跟我吐槽。 说公司没了我,变得一团乱。 张家自顾不暇,根本没法帮陈宇,甚至还明理暗理。 暗示陈宇是高攀,理应出一份丰厚的彩礼。 陈宇到处找生意,还做着上市的美梦呢。 但是明眼人都看得出来,上市肯定是没戏了。 两人的订婚宴推迟了。 美名其约,要参加故事和审视的订婚宴,所以特意延期。 我吩咐下去,给他们单独准备一桌, 一定要离舞台近一点,免得他们看不清到底是谁没有资格,站在谁的身边。 很快,定灰燕那天来了。 沈云归一个劲儿对我说, 蓝蓝,千万别紧张,就跟平时一样就行。 我无语地看着,他第三次把扣子扣错,到底是谁在紧张啊? 还能不能行了? 另一头,我爸正抹着不存在的眼泪,跟我妈说,恭喜恭喜。 我妈一抱拳,同喜同喜。 随后两人相拥,喜极而泣,终于嫁出去了。 我,这个房间,我是一分钟也待不下去了。 我穿着拍照用的简约小礼服,走到大厅准备透透气,一会儿再回去换婚纱。 谁知道,刚走到宴会厅门口,就陆遇傻狗似人组。 张淼和陈宇上下打量我,这是准备搅乱,故事和沈氏的订婚宴。 张淼父母在一边皮笑肉不笑,也不看看自己的身份,赶乱来,分分钟被扔出为事。 我不想多说,转身要走,却被陈宇拦住去路,顾千兰,你不是沈云归的金丝雀吗? 他现在一定对你心怀愧疚,你跟他说,让他与我合作,我可以给你一大笔钱。 我好笑地看着他,陈宇,你不是说,再也不会求我帮你了吗? 看来,这是真的走投无路了。 陈宇一脸恼羞成怒,你不帮我,你也不会有什么好下场的。 正在此时,我爸妈突然出现,瞬间周围一帮人围过来,企图和我爸妈搭话。 张淼奋勇上前,顾叔叔。 是我呀,张淼。 我爸,你谁? 张淼噎了一下,张是建筑公司的张淼啊,您之前给我们注资了。 我爸,哦。 张淼和他父母赶紧上前,之前约了您好多次,秘书都说您有事。 这次终于见到了,不知道您为什么突然撤资,要是我们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对。 还没等他们说完,我爸就打断他们,撤资是因为我要用钱。 张淼父亲松了一口气,满怀希望地打听,不知道您是要投资什么生意吗? 我爸没啥诚意地胡说八道,买狗粮,喂狗。 陈宇咒没问张淼,你不是说你家和顾家是市交? 张淼顾不上理他,抓住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一般,指着我冲我爸说,沈云归曾经包养他当情妇。 这个消息,值不值得您注资? 周围人一脸,这是哪个精神病院跑出来的? 其实只要陈宇和张淼,迈进大厅一步,就能看见到处都是我和沈云归的照片。 但巧的是,他们刚刚走到门口,就开始作死行为。 而在所有已经知道,顾千兰真面目的人眼里,他们就像跳梁小丑,没人会把他们说的话当真。 还没等我爸开口,沈云归冷冰冰的声音传来,你也配拿你那狗爪子指蓝蓝。 不是,你张淼守在我公司楼下,哭着喊着说,只要能嫁给我,什么都愿意做的时候了。 此言一出,现场一片寂静。 陈宇一脸不可置信,淼淼。 你居然背叛我。 张淼眼见陈宇的公司上是无望,索性撕破了脸。 陈宇,你真以为你是钻石王老五? 就你那野鸡公司,还不如我家楼下捡破烂的赚钱。 我张家怎么会和你这种人联姻? 说着,又孤注一掷对沈云归说道,你考虑一下我。 故事千金那么多年,没露过一次面。 谁知道是不是丑得没脸见人。 前来参加订婚宴的王总,听不下去了,你是不是疯了? 顾家千金不就在你身后站着? 要我说,顾千兰小姐,比你可美多了,别往自己脸上贴金了。 陈宇,张淼,张妇张妇张母目瞪口呆。 梁九,陈宇结结巴巴,王总,你说顾家千金是谁? 王总不耐烦,顾千兰啊。 你以为你公司的上市资格是怎么来的? 如果不是看在兰兰的面子上,谁会跟你合作? 你自己不珍惜,那就等着破产吧。 随后有人补充,当年要不是顾总, 看在兰兰的面子上,注资包了你们张家。 你们早就沦落到你里去了。 望安复义,傻狗似人阻一脸,不可能,我不信的表情。 我牵着沈云归的手,走到他们面前,多谢你们给我上了一课。 让我知道,凤凰男果然嫁不得,假闺蜜也帮不得。 还是朴实无华的富二代生活,比较适合我。 有一句话你说得很对,你这个野鸡公司的总裁夫人位置,我还真做不了。 可你,也没资格做我顾千兰的丈夫。 说完,我转身,沈云归揽住我的肩膀,走吧,回去换衣服了。 沈夫人,订婚宴之后,张家和陈宇的消息不断传来。 张家资金漏洞百出,难以为继,只得保留了一个空壳子。 离开了这事,张淼最终嫁了个五十岁的富商,听说日子过得。 很难,对方对他动辄打骂。 陈宇的公司,很快就破产清算了。 原班人马,我全接收到了顾家的公司。 陈宇几次在公司楼下赌我,跪着求我原谅他。 他疯癫了一般重复着,反正你们只是订婚而已,我还有机会。 我倒是没把他的风言风语放在心上,但是沈云归不乐意。 不知道他使了什么手段,把陈宇直接遣送回了老家。 我和沈云归很快结婚了。 婚后,沈云归表现得更殷勤了。 每次回我爸妈家,他都抢着做饭。 我在一边当市吃园,我爸妈满意得不得了。 沈云归则是心有余悸地告诉我,我要是再不答应他, 估计他就要被我妈做的饭,搞得食物中毒了。 我笑出声,那你每次还吃那么香? 沈云归刮刮我的鼻子,没办法。 为了娶媳妇,总要吃点苦,不然怎么有资格站在你身边呢? 沈云归刮员 沈云归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